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私人的LAC有做检测 人家过两天可能会少人 不奇怪 所以星期四的数据总算是再次创新高 所以已经连续两天都在创新高 那么对于马来西亚人民跟疫情的这场战争当中 这个数据多少不是我最害怕的地方 我并不害怕这个东西 但是我最害怕的就是很多人到现在三年了 对这个整个疫情一直半截 甚至连半截都没有到一半 甚至什么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才是最糟糕的 因为没有知识 真的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 大家现在身边很多人 你们自己看一下 有些人很清楚的 他从A到Z都很清楚 他很懂的 但是有些人呢 真的是那种烂松 那种才是最可怕的 那么当然今天呢 因为我发觉还是很多人 搞不清楚什么叫CT value CT值呢 所以特地要放在节目的前面呢 再次跟大家提醒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现在有用那个五块钱的那个家里的检测 配一下口水 配下去之后呢 一条线有没有中了 配一下半个小时 两条线 接到半个小时 两条线 哦哦哦哦 中了咯 但是并不是事情不是这样子结束啊 你中了 中了之后 这个是中奖 要给200块的 只要两条线 你一定要给200块 你就是破财200块 你肯定破财200块 而且不止破200块啊 那连续几天 确诊的连续几天 你何止是破200块的财啊 跟你讲啊 如果是家人很多个 每个人都配一下 每个人都中 那就是一笔很大的钱啊 我跟你讲啊 那么你叫200块 你叫去吃了个lap 记得不要去政府啊 去政府啊 一定给他骂的啊 妈咧 什么什么Classic案啊 都真的可以 一定给他骂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私人的lap 花200块 有时候offer 100多块 没有offer 240 去给他插一下币子 做核酸检测 你一定要做PCR 你做了PCR 你才会拿到那个CT Value 所以为什么要做PCR 那个PCR核酸检测呢 就是要看你的CT Value 是多少 那么CT Value 我不要解释太多它的原理 它就是你体内的病毒的量有多少 as well as now 就等于你的传播力 你CT Value 就讲出你会不会传给另外一个人 好 所以马来西亚是以CT Value 40 只要你是40以下呢 大马就判定你是确诊 但台湾呢 要上市5以下才是确诊 好像你在大马 你去到台湾 你底下被接受检测 上市7.5 台湾讲也没有确诊 但是你在大马呢 叫做确诊 好 那么通常呢 CT Value 已经超过30 30以上的人 是不会传染给人的 它的确是不会 所以大家不用对它恐惧到太过 恐惧到太过夸张 那种 所以你拿到CT Value 32,33 哎呀 我们知道了 家里有人中国我们懂的了 30多 37 它不会传了 它不会传就是不会传了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核算检测 那么上市以下呢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上市以下呢 20多呢 它一定会传给别人的 啊 它一定会传 所以你接触那个20多的呢 是很危险的 你自己要隔离啊 跟你讲 那凯利讲中隔离 你最好要隔离啊 那么 有些人 CT Value 做了核算检测出来 18啊 19啊 哦 那个高率 那个叫 那个差不多可以成为超级传播者了 如果CT Value 18的人呢 他很可能一传50 一传100 他一个人去庞元化 一个人去聚会 韩伯兰啊 纯军覆默啊 那边有人类 只要有人类啊 就给他一个人了 干到完 很严重的 他只要CT Value 低过20的 是吓死人的 所以那个人呢 才需要严格的被隔离 所以我们大概 我们可以 透过CT Value 我们可以区分成三种人了 City Value 上市的 那个 Motage 不用控制的啦 CT20多呢 要小心隔离 CT10多的呢 超级传播者啊 你只要把CT10多的人 好好地守好来呢 你防疫就成功了 跟你讲 所谓的防疫成功 就是这样子罢了 所以这个CT Value的指示呢 对大家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 没有办法咯 你配了口水 你两条线呢 你一定要去拿 你的CT Value 你一定要花200Pi 去查 CT Value 是多少 然后你才知道 你是哪一种人 然后你才决定 你怎么隔离 如果你是CT 10多的 那怎么记得啊 你不可以遇到任何一个人类啊 猫也不可以 狗也不可以啊 人家猫和狗都会给你穿啊 跟你讲啦 因为你的体内的病毒太过多 多到太过发展了 跟你讲 20多的 现在人间自然 那个位置属于中等嘛 30的 那个没有事情的 啊 不用带着口罩睡觉的 自己在房间里面 这样子 家人讲个讲话的时候 保持一米距离 互相戴着口罩 7点之后 OK了的 没有事情的 他不会传的 OK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个是基本的知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数据啊 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知识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问一人生的节目 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其他 所以我们每次讲一点 加一点 那么这次呢 啊 数据创新高 OK 所以 雪龙算算创新高 所以 所以我们看他 所以 又增加17个橄榄群 然后他这里有讲说 加护病房呢 ICU呢 348 然后呢 呼吸器211 这看起来是很高 但是他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所以呢 他不封城就是这个原因 封城封到白费啦 哎呀 这样子封城了 哎呀 改天改天 我们来一起 我们来探讨一下 我们前两年封城了 大家封到几个月啊 没有工作做啊 店租照给 房租照给 汉布兰照给 薪水照给啊 什么汉布兰照给啊 结果呢 结果不是来到 13最高 到了今天 早是如此呢 何必封城呢 是不是 所以从这个图端中 就看得出嘛 你确实是雪龙地区 或者是有大城市在的 有JP在的 有病城的 这些大城市所在的 那个地方呢 啊 但人民的 的确是意识比较高一点点啊 所以其他地方的 所以你们有看我的节目 你们要注意啊 所以一样的 你 的确你觉得你确诊了 你一定要做核酸检测 这个钱呢 是肯定破 这个肯定是要破的 你现在你一个人呢 花200块去检测呢 可能就是你一个人 解决就算了 到时候你一床50 一床一床100 当中有人死的话呢 你自己心里 挥不去啊 但是你要花多少钱啊 是 因为毕竟雪龙的人 经济能力比较 比较有能力 然后比较懂得去检测 这里的人很怕的 就是 感觉什么不对 他们就跑去LAT 去TEST了 200块的确是给得起 这里的人的确 他收入比较高 他的确给得起 所以给到呢 创新高 所以 所以我们就看见 那个雪龙的数据呢 创新高 所以 是这样子来的是这个原因 所以到最后呢 他都是人民的意识啦 上值多千呢 现在也都是人民自己检测的啦 政府呢 不把你检测 我跟你讲 你去检测给他骂 然后你 如果你不去做核酸检测呢 你就拿不到City Value 所以跟你讲呢 这个韭菜呢 它是 割定的咯 当然它割定的地方 那个雪州呢 医院是不用进了满了 要禁止能够进那个 基隆坡的那个方船医院的了 然后 那个 布城的医院的那个ICU 满了 那么 政府方面有什么改变呢 这一部长讲 没有啦 只要600人以下的学校呢 开学之后 开学之后 照样回去 因为 要中 600个人 600个人一直中到晚 就这样子罢了 他不怕的 那就最多600人嘛 只要600人当中 有一个City Value 是18的 有一个City Value 是17的 曾经有过 我看过City Value 11的 以前 我们看过City Value 14的 一个人 就可以传给600人 只要出现一个那种人 这600个小孩 就喊不来 搞定 所以这个时候就看那个疫苗 有没有效果了 所以 所以 它没有办法看开了 它没有办法 光学校 然后呢 其实真正的坏消息呢 真正的坏消息是这个 所以你看 像现在我们大马的 正在跟地图打仗 那个 乌克兰正在跟俄罗斯打仗 然后呢 全世界呢 正在跟什么打仗 正在跟通货膨胀 打仗 那么这个 这个布伦特已经冲破 150 过一两个月 就来了 过一两个月 就发生了 而已 150好像是 我觉得是 死散 应该是死散最高 我跟你讲 所以 就是过一两个月 就完蛋了 所以 所以 讲起这个疫情呢 你看 风车碰了两年之后 风车碰了两年之后 现在变成那个 那个最高的 就是 如果还想把这个 整个东西压下来呢 只有人民呢 自己有足够的 那个 意识 你 就是 不要不断的 不要一直去接触人 你自己有 毛病的时候 不要一直去传播 不要一直去 帮病毒传播 记得这句话 帮病毒传播 病毒从来 会走路 会走路的是人类 这个是三个的 经典名言 病毒 病毒就是 你自己关在房间里 你怎么传出去 啊 会移动的 就是人类嘛 所以啊 所以接下来呢 除了这个疫情的数据 比较高之外呢 我们看见呢 各位两个人呢 从不起家 油价起成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危机啊 才是真正的 完蛋啊 所以大家呢 做好心理准备啊 那么 今天到18告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回 再见啦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 来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